今天我们的镜头将带您探访 台湾最老的西兰红茶制茶厂 它已经矗立了80年 怪怪的 这个已经将近百年的 这个风扇都还可以运作 是 台湾红茶因为一位日本人的终身努力而出名 它其实是我们最后一任日级的知所长 叫新井根基朗先生 我们叫阿赖桑 红茶的色香味到底要怎么挑呢 专家今天一次告诉你 那好的红茶的话 它发酵以后 在太阳光 自然光底下 它不是黑色的 它是有点紫色 我们要带您到鱼池去 因为那边是台湾的红茶故乡 你调控制正容 我们很快啊 这个风扇的风扇 就是说 那边是 沙灰